我就是想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测验 看看大家对这些花你认不认识 红玫瑰代表什么呢 红玫瑰代表 热暖 热爱 热情 真诚的爱 所以假如你送给普通朋友探病的时候 就不要送红玫瑰了 好了 红玫瑰呢 很多人以为红玫瑰漂亮 谁知道不是红玫瑰是说你告诉人家 你高贵 珍重 不过告诉人家我有侄套 我是不精的 所以就不要乱乱送了 向日葵呢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了 这个毕业礼 水礼的时候 很多人都送向日葵 给那些毕业的人 或者水礼的人 原来向日葵意思是什么 仰慕崇拜 仰慕崇拜 屈金香呢 黄色的屈金香代表什么 代表渴望爱 如果你向人表示得到对方的爱的时候 你就送屈金香了 表示你渴望得到他的爱 香槟玫瑰呢 是代表我只钟爱你一个 所以送香粉色的玫瑰的时候 就不要乱乱送了 送给你的配偶 你最爱的人 康乃兴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送的 送给母亲节的时候 我们送康乃兴 粉红色的康乃兴 代表什么 不是没有爱 而爱着你 好了 雜色的康乃兴 什么色都有 是代表什么 拒绝你的爱 这些都是我在网上找来的 原来送花给人的时候 是有很大的学问的 如果我们自己搞不清楚的时候 随时就会引起了误会 如果我们又不去解释的话 随时误会就会越来越大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去看 神如何来处理误会 在神处理误会的里面 我们有什么功课来学习 马拉基书 是《旧约圣经》里面 最后有一卷书信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几个人 看过马拉基书 那马拉基书 大约是在公元前的 四百五十年左右写成 那个时候 以色列人已经从巴比伦 回归到犹大地 差不多有九十年的时间 而且圣殿的重建的工程 也都已经完成了半个世纪 耶路撒冷的圣场 也都维修完毕 对于过去被老的记忆来说 和那些对耶路华神保守 和祝福的经历 新一代的犹太人来说 他们已经开始变得蒙虎 人对神的应许 尼塞亚的降临 復兴以色列国的心 已经等到不耐烦 开始 他们慢慢将自己的焦点 不再放在神的心上面 而只是放在 去改善自己的生活上面 对追求和耶路华神的关系 对当事人来说 已经变得不再重要 甚至有人在怀疑 神是不是爱他们 于是 神就通过先知 马拉基来提醒以色列人 马拉基先知 发出警告和提醒之后 神就向以色列人 静默了四百多年 直至到耶稣基督诞生之后 神的默示 才再次向以色列人来启示 在此 还有一些 跟以色列人相似 住眼间过了三十几年 香港也都已经回归中国二十年 但是整个的社会对回归的看法 已经不再一样 一些的热城都慢慢变得冷却 甚至到我们现在对中国是有抗拒 加上社会的经济的生态的转变 香港人为了工作,为了住屋 已经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 放在这些事情上 大家都把焦点放到改善生活上 对信仰的追求就像马拉基先知时代的犹太人一样 我们对神不再将神摆在我们生命的焦点 当我自己去读马拉基书的时候 我自己有很大的体验 当我在看马拉基书是圣经最后一章的时候 我发觉其实马拉基书的程度来说 可以说是旧约的一个结论 然后又迈向新约的开始 在那里,神藏着马拉基先知 来提醒犹太人 去警告犹太人 叫他们不要忽略神的爱 同样我觉得 今天这卷书对我们来说 同样的重要是因为 神都提醒我们 不要忽略神对我们的爱 经文一开始的时候 先知是这样说 他说耶和阿的话 值马拉基全级以色列的默示 这个开场白里面 其实一般的先知书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在这里告诉我们四样东西 第一 就是这卷书是来自耶和阿神 因为先知是神的代言人 他所发的信息一定是从神而来的 第二 神是透过文字来传达他的默示 第三 受书人是以色列文 第四 负责全港的先知是马拉基 其实这卷书的名字很特别 它叫做马拉基 但是在里面 有不同一般的先知书 告诉我们 马拉基是哪个人的儿子 或者他家里是怎么样 其他先知书通常都会告诉我们 先知哪个是哪个的儿子 但是这里完全没有提到 马拉基的家族 但是在第三章第一节那里 又用过这个字 不过在那里 圣经的翻译者通常就不再译是马拉基 而是译神的使者 所以其实马拉基这个字 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神的使者 所以有人曾经怀疑过 其实马拉基书是不是真的有马拉基这个人 还是是一个神的使者将神的话语来说给我们听呢 但是单就这四件事 就已经足够我们好好去研读马拉基书 去思想这卷书 因为这个是神主动向他的选民来说话 在希伯来问这一节的圣经第一个字是默示 什么叫默示呢 可以解释为负担 但通常是译作为神语或者神的说话 这个是先知文学里面一个专用的词 为的是用来去引出耶和华的信息 这个词是冤生自一个的动词背负而来的 意味着是一种沉重的信息 即是表示有坏的笑头 他通常是用来提及有关末世的预言 是带着一些审判的警告 也都是有神联敏的信息在里面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不听 不能够不知道 而且这些信息是讲明了 神向以色列人发出的 所以以色列人是神就是旧约里面所拣选的选民 可能你会说 那到新约了 我们都不是神选选的选民 但我们不要忘记 其实教会是接触神给以色列人的使命 是成为了神的使命的执行者 记得《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他就这样说 他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角度 是属神的子民 所以 先知马拉基的信息 也是神向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 所讲的信息 也是我们所不能够不听 不能够不知道的 那神在这里说什么信息呢 神第一个宣告就是告诉我们听 他说 我曾爱你们 在第一篇的信息一开始 神就先向以色列人说 他说 我曾爱你们 如果我们用中文的文法去理解这个宣告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误会了神的说话 曾爱是一个原成式 但是在希伯来文来说 原成式和中文是不一样的 他的意思就是 我过去怎样爱你 我现在都是这样爱你 将来我都会是这样爱你 所以 这个是神向他百姓 一个很清楚的宣告 这个是我们人类 一直很难去理解 在人未犯罪之先 未得罪神之前 神爱我们 我们绝对可以理解 但当人类犯罪 得罪神 甚至到想取代神的时候 人拨逆神的时候 人拒绝承认神的时候 甚至到人将神的儿子 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但是神仍然是这样爱我们 由创世纪之初 始终犯罪 到人将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钉在十字架上 神对人的爱 从来没有改变 没有动摇 都是这样一直爱我们 但是我们的爱 往往是建基在什么呢 在关系上面 建基在计较上面 你对我好 我就爱你了 你听我说 你不顶撞我 我就爱你了 你美丽 你英俊 我就爱你了 但是当你对我不好 我是不是仍然爱你呢 当对方不听你的话 或者常常一言九鼎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仍然爱他呢 当对方连老色衰 英俊不在的时候 你是不是仍然爱他呢 记得 在以前读书 或者刚出来工作的时候 都有一帮好朋友 这帮好朋友 大家常常一起见面 朝见口晚见面 时常一起的吃饭 下班的时候 可能会约在一起去看电影 行街呢 大家觉得很投契 视对方为自己的死党 知己 但是当毕业离开学校 又或者当自己转工之后 大家的接触就少 可能慢慢一年 只是一次半次 当大家再一次来到相聚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变得很拘紧 连到话题 有时候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因为我们的关系生疏了 这个是影响到彼此的情意 我老婆是一个很喜欢问问题的女人 她有时候 失惊无神就会问我一些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的问题 你知道吧 女人都喜欢问丈夫 问什么问题 她有时候就会问我 你爱不爱我啊 这样 那令到这个问题 当然要答爱 你说你不爱的时候就死了 那我当然会答爱 但是这个评论 不满足到她的要求 她问 为什么你爱我 那我又拗拗头 接着我就说 因为你是我的老婆 那我又会再问 她说 因为我是你老婆 你才爱我 如果你不是我老婆 你不爱我了 于是我很正经地跟她说 当然是不爱 因为如果你不是我老婆 我爱你的话 那我怎么对得住我老婆 于是她想想 对啊 对啊 但是有时候 凭心而论 我都觉得 我对她的爱是有转变的 拍拖的时候 每天都想听到她的电话 每天都想见到她 但是现在 当自己很忙的时候 我就会想 老婆不要吵着我 让我安静 我发觉 我对她的爱是有变的 我已经没有了 当初那种的激情 当初那种 那么痴前 有时候我最好就说 当我很忙的时候 你就让我有空间 让我做我自己的事 其实 我们的爱 真的很多时候会变 很多时候我都听 一些夫妇说 结婚久了 慢慢就会什么 视对方 是家人 不再是爱人 所以这个呢 其实我们都需要想想 久不久 两个人去培育 我们那种爱的关系 耶路说 却不是这样 神 却是对以色列人说 我曾爱你们 这是一个很震撼的宣告 但是人不满足 人有疑惑 人有问神 他说 你在何时上 爱我们呢 当神向人宣告 他曾经爱以色列之后 圣经就 引述神的说话 他说 你们却说 你在何时上 爱我们呢 这个真是一个 很薄逆的回答 神刚刚才告诉他们 我爱你们的 但是一转头的时候 他们就质疑 要说神对的爱 其实 这种质疑 并不是单单以色列人才有 今天 我们何尝不是这样 当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当我们的人生里面 有挫折的时候 我们都会去怀疑 神是不是爱我们 这个是因为 我们对神的爱 只是着眼 在一些事件上面 在一些我们可以看到 感觉到的事实的上面 人只是将神的爱 各眼在物质化 具体化 或者某一些的事件里面 然而人是不懂得 什么叫做好处 人只是觉得 属世的好处 而不觉得 属灵的好处 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 我们是否都是千篇一律地 要求神 将难处 来拿走 而不是求神 在苦难的时候 更加与我们同在 使我们在苦难里面的时候 更加能够得到平安 生命更有成长 记得我曾经看过一篇的土文 就是一个的 患癌症的病友 在那里祷告 他在祷告里面说 他不是求神 去挪开这些癌细胞 不是挪开这些痛楚 他在那里求神 求你帮助我 叫我在这个病患里面的时候 叫我不要羞辱你 叫我能够去荣耀你 但是 很多时候我们都做不到这件事 当以色列人 在那里问神 你在何时上 爱我们的时候 正是代表人 不懂得神 对人全面的爱 神不是为了某一件事情 才爱我们 那是接纳我们整个的人 虽然我们犯了罪 我们不配神的爱 但是 神却是仍然这样 来到爱我们 他的爱 仍然在他的计划里面 是永恒的 是不变的 去爱我们 神爱我们 是为了我们能够有 长远幸福的着想 先知 在耶利米 在耶利米 爱歌三章22到23节 那里曾经这样讲 他说 我们不致消灭 是出于耶和华 诸般的池爱 是因他的怜悯 不致断绝 每早晨 都是神的 他的诚实 极其广大 耶利米 告诉我们 我们其实 是应该消灭的 只不过 因为耶和华 诸般 永不止息的池爱 和 他对我们的怜悯 我们才不至于断绝 被跟随 但人 往往只是从自己的角度 去看事物 去看神 通常我们认为 我们能够一帆封信 我们事事如意 我们向神要什么 他就给我们什么的时候 这个才是表示 神爱我们 但是神却不是这样 向我们显示他的爱 就好比一个雕塑家 当他去雕塑一件雕塑品的时候 他先去看看 那个素材 是什么 然后 他是不会去问 那个素材 或者那块石头 或者那块木头 你想我怎么叫你 他是不会的 他是会看之后 他就会按着 那个木头 或者一个石头的形态 去构思 我究竟要雕塑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究竟他是动物 要是人物 他是动态的 要是静态的 这个都是完全 在雕塑家的脑海里面 去构思 但是 但是身为人类的我们 我们却是很不能够接受 我们是神所塑造的材料 我们常常都要向神要求 这样这样 或者怎么样 我们想神爱我们的心意 来去构造我们的生命 不过 我们的神 并没有不理睬我们 他仍然很有耐性地向我们来解说 他自己的心意 以致让我们能够明白 神的回答 第一件事就是说 神在简选上 凡事上面都将写他的慈爱 以色列人向神说 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 究竟是指什么事呢 这个究竟是指什么事呢 在经文里面没有交代过 但是从神的回答里面 我们大约可以领回到 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这样说 一开始的时候 神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创造者 而不舍去理会这帮反叛他的子民 他反而很细心向他们去解说 圣经是这样说的 他说耶和话说 以素不是雅各的哥哥吗 我却爱雅各 护以素 使他的山岭荒凉 使他的地业 交给抗野的野狗 神这样回答 其实是要将这个问题 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来到去回答 以色列人问的是在哪一件事情上面 你爱我们呢 但是神不是以人所认为的一件事 来到回答 那是神以他自己最大的爱 就是神的救赎计划 来到去回答以色列人 因为神的爱是最大的 最具体 他是要用他的生命 来给人 将他所有的给人 但是以色列人 似乎只是一般的爱 似乎在乎一般的爱 他们看到 就是看到人间的利益 其实 这个是一个低层次的爱 人因为只是懂得 人间的利益 就是说 你给了什么好处我 就表示你爱我 这种的利益 就对神的爱 无所感动 神用简选雅各 一个本来不配神爱的人 来到回答他们 目的是要讲明 简选的爱 是对那些不配的人的爱 这个才是什么 先是神的大爱的彰显 更是人不能够明白的原因 这个爱 是神将他自己白白的 给人 这个救恩的爱 是神将他的恩典 给个人 以色列人得到恩典 是白白的 因为 雅各 和以素 是双胞胎 就是告诉我们 他们两个 是没有分别的 但是神 却是 选拣选了雅各 这是一个恩典 因为这个恩典 神对雅各的策位 就是为了要建造雅各 但是对以东的策位 就是完全的策位 两个本来是相同的人 有恩典 有恩典 和没有恩典的分野 是非常地大 神给以色列人的恩典 如果他们仍然不知道的话 就是辜负了神的爱 神并没有因为以东 他是长子 所以就选拣他 神却是让雅各 在次要的地位上面 获得提升到主要的地位里面 神要联敏谁 就联敏谁 这个是神的绝对的主权 因为 在他的意念里面 是高过人的意念 正如今天 你和我 能够坐在这里 来去敬拜神 并不是因为 你和我 有什么好过别人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一个 蒙恩的罪人 以至我们今天 能够可以坐在这里 来去敬拜我们的神 神拣选了雅各以后 他的后裔就成为神的选民 这个并不是表示 神不祝福以素 神也都让他的后裔成为一个国家 就是以东 但神对以东和以色列的准则 也都没有分别的 都是一样的 神对他们的行为 道德的要求 都是一致的 当他们远离神的时候 行神眼中汉为恶的事的时候 神都一样用被老被放逐之苦 来对待他们 神护以素 却不是偶然 并不是没有原因 必先是有因 然后才有果 以东的地界 和他的子民 确实是罪恶套天 在以西结书 第25章12节 以西结这样讲以东人 因为以东报仇雪恨 攻击由大家 向他们报仇 大大有罪 又在35章15节那里讲 你怎样因以色列家 地业荒凉而喜乐 我必照你所行的代理 西以山下 你和以东全地 必都荒凉 你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从先知以西结的预言里面 我们知道 以东人因为不念兄弟之情 当以色列遇难的时候 他们竟然幸灾乐和 以至到神要将懲罚 淋到他们 先知俄巴底亚 亦都曾在一卷 是一卷 俄巴底亚书在一卷 完全谈论以东的书卷 都预言他们的倾覆 是因为他们的骄傲 和对他们的弟兄 以色列的恶行 而神对你的惩罚 就是要他们的山岭 荒凉 他们的地业 交给野狗的 抗野的野狗 在这里 神给我们好的提醒 神对的子民 祂所拣选的 支持外 但神对你 也有要求 如果 我们达不到 神的标准 或者我们行神 所不起遇的事的时候 神的惩罚 并不会延迟 以色列人 就是我们很好的借镜 以色列人 以探曾经在诗篇 第89篇 30到33节 在他训辉诗当中 这样来提醒我们 他说 倘若他的子孙 离弃我的律法 不照我的典章行 背弃我的律例 不遵守我的戒命 我就要用像 扎罚他们的过犯 用边扎罚他们的罪业 指示 我必不将我的慈爱 全然收回 也必不叫我的信实 废弃 神是会管教我们 这个管教 当然是不好受 但是神必不将 他的慈爱 全然的收回 将他的信实 废弃 因为 他要拆位 来建造 他的子民 神在第二方面 去回答以色列人 他是在 看顾上面 显明对他们的爱 神除了在 简选的事上 彰显 他的爱之外 也都在 他的看顾里面 显明他的爱 以东和以色列 都同样经历了 亡国秘魯之苦 当巴比伦攻打 耶路撒冷的时候 以东人 就趁火打劫 于是 神就追讨他们的罪 在公元前的582年 这个尼布格尼撒 就去攻打 以东 以东 也都难逃 巴比伦的攻陷 最后 也都被老到 巴比伦去 以东 也都像色列人 那样 在公元前的 539年 他们得到回归 但是他们回来的时候 他们却是 骄傲地说 他说 我们现在 虽然被毁坏 却要重建 荒废之处 就是说 他们自视 他们可以靠自己 去建造自己的国土 但是 神却没有忘记 他们的罪行 所以神 值着先知 这样说 他说 任他们建造 我必拆位 人必称他们的地 为罪恶之境 称他们的民 为耶和华 永远老老之民 先知这个预言 一直要等到 公元70年的时候 就实现 当罗马的将军 提多带领军队 攻破耶路撒冷之后 也都同时 去攻破以东 而以东这个名字 从此 就在以色列 从此在历史里面 就消声匿迹 一个自此 不信靠神的民族 因着得不到神的看顾 因此就灭亡 相反 以色列人 是神所看顾的 是神所爱的 神对你说 你们必亲眼看见 也必说 愿耶和华在 以色列 境界之外 被尊为大 神要让他的选民 看到 神是怎样来到 看顾他们 让他们去看到 神的带领 他们虽然曾经被灭 但是 活在列强之中 但是神一直看顾他们 没有 有好似以东这样 在史册里面 永远都找不到 耶和华 看顾以色列人 他一直 诗词外 等待合适的机会 直到公元1948年 神让以色列复国 这个在人类的历史里面 可以说 是史无前例 任何一个国家 亡国超过200年 都不可能再复国 但是以色列人 却亡国超过2500年 神却让他们 能够再一次的复国 不单止神让他们复国 神也都让他们看到 神的命 在各地来到被传开 今天 以色列人都已经看到 正在先知所说的时代 过了几百年之后 我们就已经看到 神的命就开始 在世界各地 开始慢慢地传开 直至到今天 神的命 在很多地方都被尊崇 这个是神给他们的提见 今天 你或许 生活在艰难的里面 这个可能是会令你 怀疑神对你的爱 但每次 当你去看回圣经 去看回 以色列人的历史 又或者 从你自己过去的经历里面 神曾经这样 神的作为 神曾为你所做的 所做的作为 提醒你 不要怀疑神 因为 圣经很清楚 告诉你们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 你们受试探 过于所受的 在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 开一条的出路 叫你们 忍受 忍受得住 在我认识一个朋友里面 有个朋友 他经常都发梦 要自己发达 买楼 但他觉得 凭借他自己的能力 很难这样做 于是他就经常 想想什么方法 可以发达 他发觉 赌可能是一个好的方法 买六合彩 赌马 可以赢大钱 但是 最后的结果就是 只有输钱 赢不到大钱 还输到一身债 当他见到 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他就觉得 哎 原来 靠赌不行 他甚至跟我说 我试过向神祷告 我跟神说 神啊 你让我中 让我中一次 我以后不赌了 我都听你话 但是他告诉我 神从来不听他的话 没有听他的祈祷 当他看到 原来靠着自己的方法 没有办法的时候 于是他真的戒倒 他不再倒 他听神的话 近来他跟我说 他说 阿天啊 我真的感觉 原来神很爱我 当我不再倒的时候 我发觉原来我很好 虽然我仍然没有人 买到一间屋 但是神让我住廉中屋 我不需要交很贵的租 还有 我以前 经常打算发达的时候 经常的袋子都没有钱 但是当我现在 不打算发达的时候 我的袋子经常都有钱 其实 很多时候 神的爱 就是这样向我们显明 我们经常以为 用我们的方法 按照我们的心意 去达到那样东西 就是最好 但是神所看的 他是不是这样 神是用了 他自己 看得最清楚的一件事 来到 去看 去带领我们 今天 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忘恩负义 常常忘记神的恩典 就是懂得 怀疑神的爱 回想过去的历程 神在什么事情上 曾经帮助过我们 我们是否能够 将这些恩典 牢牢记在我们的心里 以作为 下次 当我们遇到挫折困难的时候 帮助我们 去记得 神对我们的爱 是无知识的呢 让我们 在自己的位置上面 我们安静 我们祷告 求神去帮助我们 让祂 曾在我们身上所做的 所思的恩典 我们能够 牢牢的紧记 以至这些的经历 体验 能够成为 我们紧紧 去倚靠 主的提醒 也都给我们力量 来到去 跟随祂 祂 最后让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 希望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自己 亲自向我们说话 你告诉我们 听 你曾爱我们 无论我们是 听命于你 我们薄逸于你 又或者 我们行理所不弃的事的时候 你都是这样爱我们 你无时无刻 都向我们张开你的手 你对我来说 孩子 会转帮 到我借你来 父啊 我们多谢你 求你叫我们 能够成为 信从你 按你 心意 而行的人 父啊 愿意你 帮助我们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求你 加给我们的力量 当我们 靠我们自己的时候 求你提醒我们 唯有去依靠你 我们就必得着帮助 与主 你帮助我们 每一个 听我们的祈祷 是奉耶稣 得声名求 阿们 感谢您